2Action 来马祖的当地王宏介绍 来各位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大丘岛 那大丘呢 以前呢 这边的居民呢 称为金山 因为这里呢 在冬季的时候 冬春之际呢 会来采紫菜 在这个前面的这些沿岸当中呢 滋润的一个秋冬之后呢 采收的紫菜的分 非常的鲜韧可口 那我们远方看到这边是湿雨 这边湿雨的话有分公湿母湿 再来呢 各位看一下我们整个北干 因为北干整个区域呢 它的土地面积 不会像在南干这么多 南干的部分呢 整个是10.64 我们这边北干的 本岛的部分呢 就是加起来不到7 7平方公里 北干的话加起来是9.3 那大丘岛是当时呢 北干岛当中 唯一有平民居住的这个里岛 那在民国79年的时候 整个里岛地区居民呢 全部都已经迁回 因为原来在我们桥子呢 桥子呢 有固定的船班 可是呢发现 固定的船班呢 接运我们这边的居民 跟这个阿兵哥呢 比较不方便 所以呢 在79年 整个村呢 完全撤出 最早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牌子这边助手 那我们现在大丘呢 是最热门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边 饭养了非常多的梅花路 我们梅花路 曾经在全盛时期呢 最多达到200多头 那沿路上我们看到 如果有长脚的熊鹿啊 跟它现在保持一点距离 因为这个时候呢 刚好在落脚棋 落脚棋的话 相对的比较危险一些 如果各位有机会来 我们在大丘岛跟鹿要保持 适当的距离 如果呢 你有带商业要喂食的话 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要干净利落 不要多多拉拉 好 我们呢 远方 看过去 远方看过去 有三个 小的 就是我们的三连羽 就是湿雨的后面 这个三连羽 这个三连羽呢 也是我们的燕鲍保护区 在渔物当中有三个 一 二 三 后面还有一个 那这个区域呢 所看到的燕鲍 相对也是最多的 也是钓科的天堂 有机会 欢迎来马祖 一年四季 欢迎您 拜拜 拜拜 谢谢 玩红介绍